主席,先请那个主委,引主委请 是,您好 这个经改制度的小组是 你招集委员吗?招集人吗? 您是谈哪一个部分?年纪的部分? 年纪的部分分两个部分啊 一个部分是原来早期97年、98年 然后行政院成立,交代我们成立一个年金制度的一个规划的小组 那那个小组呢,我们已经把报告都呈到院里面去了 所以我的阶段新任务就到那个地方结束 那接下来就是院里面成立了一个改革的一个小组 是由江副院长来领军的,是这样 那你认为这样一个改革小组提升到院级 但是许多人需要能够开所谓的国事会议 提升到更大的一个层面 让这个各个党派都能参与 这样的比较之下,你认为那个比较有效? 在我个人的看法其实就是说国家目前已经有一个制度 上次开国事会议那是1990年的时候 但是20多年来整个一个国家的制度其实都不断的在改进 所以目前已经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办各个地方办这个做堂会 办说明会、公听会等等 还有就是到各党团去拜会 还有跨院之间的一个协商 这个制度通通把它建立在那个地方 其实它所能够达到的功能 应该跟过去的国事会议来讲 其实是可以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所以你认为最近的国事会议是二十几年以前的事情吗? 差不多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二十一二年的事情嘛 那么那宪政的改革到现在 你认为我们这个体制都已经是非常完整 所以不必再透过像类似那样的大型的国事 所以这个来做一个处理 但是我还请教我们这个主委 这样的年金改革小组的会议 在台湾地区开了多少次? 我们开了一百二十一次 现在还有一个厂次开完了 就是一百二十二厂次规划的 第一个阶段大概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的一个成果 由相关部会 包括老委会自己去做内部的一个 有关劳保方面的制度方面 怎么去改革 那全序部方面会对有关公教方面的 军公教方面的一个思维 他们会去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然后将来再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这个大概差不多是在一月底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再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 对外的在办座堂会 大家再来沟通 你所谓的对外是指的是什么? 对外的话就是去办 到各个地方去办座堂会 里面邀请学者专家 还有包括各个社会相关的团体 这些代表 那你刚刚讲的一百二十二次 也不是包括了这些人吗? 怎么还有一个所谓的对外 因为我们规划过了以后 我们会再去跟对外来 征询大家的意见看法 不是说听完以后 我们自己规划出来 我们就照这样子来做 所以一月底大概是有一个初步的 一个规划的一个结构 初步的扩想 是是 请教主委 你这个一百二十二二十一场次 是从几月开始召开的? 呃 基本上是从十一月 十月十月 十月开始 十月就开始了 十月 十十一 十二 现在一月初了 是是 上个月可以开到一百二十几场次 是 是因为有各部会 有各部会 分别来进行 对 因为有不同对象 因为劳工方面 他关心的是有关 这个劳工保险的部分 那军工教 他有关心了自己的一个课题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那你们再召开这样的一个 一百二十几场的会 这个 这个研讨讨论 的当中 有没有邀请到所谓的 常常有所谓的民间社团 或者是抗议的团体 有没有请到他们来参与这样的会 有 有 你举个例子 这个我要请教他们 那个相关部位 因为这实际上是有相关部位 他们去邀请的 每一次会都碰到他们自己 都有 都有专家 学者 相关团体 都有 那你们 所提出的诉求 拿着以抗争 类似这样的诉求 你们有没有给予采纳 或是给他们做一个适度的回应 有没有 这个回应大概都有 因为其实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收集过来的 都有正反不同的意见 在那个地方 因为并不是一言堂出来的话开座堂会 比方讲刚刚特别提到了 这个赵伟特别提到了信赖保护的一个原则 那信赖保护的原则有一批学者专家 他是认为应该这样 但是有另外一批认为是说 整个国家的财政的考量等等 这个信赖保护的原则 其实应该做若干的修正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开公厅会也好 开座堂会也好 基本上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必须要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大家把它一起呈现出来 然后才去 来去做完整的一个规划的思考 大概是这样子 好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初步的构想 初步的规划 初步的结论将在这个月中或月底 月底左右 然后之后你要 对不对再做一个会议 要开多少次的会议 这我们会再去做规划 所以你还没有评估 还没有完成规划 所以这个部分你说 要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内 基本上是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那么你第一个阶段是三四个月嘛 那第二个阶段 最近完成的阶段 大概也要三四个月 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会比较快一点 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有前面办的一个经验之后 我们大概会把这个 因为大家都心里面都很急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带动 所以必须要加速脚步来进行 好 这比较直接的问题 我个人是亲民党了 那个民进党准备在这个礼拜 1月13号 这个做一个大型的游行的活动 也包括针对我们这个年金的部分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对应 你们先做一个预告好不好 不晓得 你说哪一方面呢 比如说年金这个部分 是 民进党诉求 你针对他们 有没有做一个准备的回应 我们尊重民主体制之下的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支持的嘛 我们尊重 尊重 我尊重 不一定支持 尊重民主体制之下的 合法的活动 要求是合理 诉求是值得我们来接受的呢 对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 把一些诉求 一些意见能够反映出来嘛 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 民主的社会 应该是要有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 把它呈现出来 好 其实针对这个退伏这个部分 几乎有两个大的团体在对 这是我个人看吧 对不对 我不晓得了 就是劳工界跟军公教这个部分 是 造成相当大一个对立 那是不同的 那是不同的一个制度 我一直觉得这时候行政院 你要好好去调除这个部分 是 不要让有些人感到说 被人家批评到 不要说脸色啦 连他的地位 连他的尊严都没有了 对对 我倒觉得这个不是 怎么来去化解 不同族群 是 所谓的劳工界的族群 所谓的军公教的族群 乃至于军公教之间 大概也有他们各的意见了 所以今天我发现 各个部位都来了嘛 有国防部的 这个 这个也有全续部的 也有教育界的 也有劳工的 劳委会的 是不是 那 我不想问 我们却忽略一个单位啊 农保啊 农保怎么今天没有再讨论呢 农保没有 没有嘛 不包括这个部分嘛 基本上是我们先处理军 公 教 劳 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支是国民年金的部分 国保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另外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目前主要着重在这几个制度方面的一个一个规划 下面的一个问题请教我们主委 就是考试院推出所谓的九零制 九十制 有不于过去的七五制 或者是八五制 那么行政院 这部分也表示说支持和统一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个基本上 我也是从这个相关的文件跟语论方面去看看 看到这方面的资讯 基本上一个从八五再延长到九十 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里面要有相关的配套 要去考虑 要比较周延一点 因为刚刚已经提过 像有几位委员提到了 你从八五延长到九零 那这里面有牵涉到比方讲老师 那九十岁的 就是说你到九十的话 你是六十岁 然后呢三十年的服务年次在那个地方 那六十岁的老师去带小学生 那这样子可能有他的一些的特殊条件要考量 所以这些配套措施都是必须要把它完整精致化 才能够去推动执行 所以并不是说讲一个大原则大方向 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有相关的配套都必须要考量到 您跟刚刚几位委员都特别提到了 这是牵涉到牵涉的层面非常的广 不能够让某一个行职业别的人员 他受到委屈 那基本上是要让他有保障 但是也不受到委屈 又能够让整个基金能够永续的运作下去 这个基本上有很多的变数要去考量 所以年金的改革 我想最重要的两个原则 我们可能要留意 第一是平等的原则 第二是正义的原则 那么正义的原则当中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是 我们世代的这样的一个公益 正义 再就是最低的保障的一个制度要建立 对不对 世代要合理 但是世代也彼此要包容 这里面大概有一些要拿捏的部分 非常谢谢主委 有请我们 全讯部的部长 张部长请 您好 部长来后 刚刚提到 这个九龄制 九龄制 指的就是说 福年制25年 那么年满必须65 65岁 到65岁 那跟八五制有什么差别 我跟您报告 我们所谓八五制和九龄制 基本上就是起支月退休金的年龄 起支月退休金的年龄 按照我们现在实际上公报法 我们现在已经修了 从七五制开始八五制 所以得是七五制到八五制的话 它起支月退休金的年龄 大概是六十岁 六十岁 那么我们希望就在 因为事业各国的趋势潮流 都是实际上往后延 所以我们就希望从八五制改成九龄制 换句话说 起支月退休金的年龄 会从现在六十五岁 从现在就要开始 从现在就要开始实施 不是 我们一定是循序渐进 不会说立刻就是开始 我们一年一年一年 你既然定了九龄制 有没有可能变成九五制 你看现在目前没有这考虑 七十岁 现在目前还没有 不考虑 没有考虑 不考虑 你的基本退休的年支是二十五年 基本退休的年以后 我们看二十五年 那么针对这个 那个临界点的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年 有没有考虑到 现在实际上 就像刚才 银竹人文言所提到 我们要考虑到 就是说不同的职业别 就像刚才您文言节 也执行到了 我们在想 就是说 比如说 现在军公教 军公教有个官 有官起支月退休的年龄 我个人看嘛 就不一定要完全一致 所以军人现目前来讲 他现起支月退休的年龄 是四十三岁 他可以是吧 跟工人员不一样 不过就四十三岁 我们认为还是太低点 那教育人员 比如中小学的老师 他现目前起支月退休的年龄 大时五十五岁 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说 他也不可能说 全部到六十五岁 开始起支 我们可以考虑 同意他们下降点 最后三十秒 再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行政院正在谈的是主改 对 我不晓得考试院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你们的看法 就是我们也来推动 考试院的内部的 这个部会的主改 这个问题 有没有 这不是我能答复 这是考试院的签证 建议考试院嘛 对 这考试院 希望能够在下个会期 看到你们提出 你们的主改的一个方案 我把这一件 把这个转达过去 我把这一件给院长 官员长报告 还是